当地时间30号下午的5点40分左右 哥斯达利加发生一起火车相撞的事故 由于当时正值下班的高峰 两列相撞的火车上再有大概400名乘客 大部分人都是在下班之后搭乘火车回家 事故造成至少4人重伤 另有数十人轻伤 由于受伤的人数众多 部分轻伤员只能够在事发地的附近 躺在担架上接受治疗 当地铁路部门的官员表示 事故可能是因为火车司机操作不当而引发的